《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中共将在7月1号迎来它这个建党百年党庆 有一款手机应用程式APP叫做学习强国 这到市场上已经有两年了 是专门用来吹捧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政绩的 成为官方极力推广的庆祝活动之一 就像文革期间那个红宝书一样 一定要人手一本 中国的革命群众要人手一本 是亚非拉所有民族解放革命群众都要有 草原上光着屁股追逐野羚羊的也得来上一本 你说这都光着屁股 红宝书往哪里放啊 咱不管了 反正要让毛泽东思想指导非洲人民打猎 这可不是说一招出来的 中共外交部文革期间在非洲公共汽车上朗读毛主席语录 然后拦着蒙着面纱的伊斯兰妇女 大喊说 妇女要解放 妇女要翻身 告诉他们说 毛主席说了 妇女能顶半边天 大使馆的红卫兵跑到酋长家里去发红宝书 发毛主席项章 跑到伊斯兰阿宏家里宣讲无神论 宣讲游击战 当时外交部长陈毅都看到了这些外交战线上的报告 无奈的说 要不我们外交部也按照中央军委 防止文革造反派冲击办法那样 咱们也规定几条 第一条 不能拉外国人出来批斗 第二呢 不能强迫外国人背诵毛主席语录 所以那些事还真的都不是说是杜钻出来的 现在你听了也许是哈哈一乐 说这也太荒唐了 就跟没几年前 你说 你看北朝鲜 你说 哎呀 怎么这么封闭呀 说金正恩三岁开枪 长大后开着飞机 给全国的少年儿童送堂 一听就吹牛 现在你不知觉中发现自己完全是北朝鲜化了 甚至开始回到了中国的文革那个时代 自己已经开始制造荒唐 享受荒唐了 咱们开篇说的这个学习强国这样的吹捧习近平的城市 现在被上海的汽车制造商打造出来一个车载版 上海荣威的一款叫做RX5 Plus 成为了首款预载学习强国车种 学习强国这个软件是中共宣传部主导的 2019年元旦上线的 里面什么习近平思想 习近平时间 全面歌颂习近平 当局强励各个这个什么政企 事业单位 你都得安 然后向民间推广 还搞那叫积分制 你那阅读软件 你看了视频 读了多少时间 用积分呢 可以换物质奖励 换一瓶食用油 换一桶花生 用什么呢 用于公务人员还可以什么 管它的考评 给它定指标 你能不能当科长 你看 你学习时间不够 往前没门了 上海车厂干的这个事呢 车载版的学习强国 号称是为用户带来全场景学习新体 这汽车行驶途中呢 就是放这个影像内容 一键播放 一按 就是核心重点内容 停车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电影像电影打开了 可以看 你就这么放 就这么看 而且跟你车上其他的硬件、硬体可以同步 实现积分同步功能 那你看着听着 你就获得积分嘛 所以大家看到了 这个事它不仅仅是上海车厂 就是特立独行 它就要这么干 它就要巴结中央高层 是中共专门打造了一个全国范围的 这么一个全民的所谓学习氛围 你学习了 你获得奖励 你换换食用油去 换好吃好喝的去 公务员呢 你考评 想当干部呢 想往上升呢 有积分 这就是中共利用自己对社会资源 对社会上升管道资源的控制 逼迫民众去吹捧习近平 你要想在这个社会出人头地 你想当官 你想发财 你就得习惯并且最终主动的去迎合谎言 去跟着一起喊 皇帝的新衣服真漂亮 另外 你看 过去就有传言说过 说这款学习软件呢 你这后面呢 就开着后门呢 你在车上安装这套APP 你的行踪将被当局完全掌握 所以新时代的红宝书比文革时代的老的红宝书还厉害呢 文革的时候要早请试试晚汇报嘛 睡觉前要跟毛主席汇报 说 毛主席 今天我的思想当中出现了一点自私的念头 出现了一点小资产阶级的念头 我要狠斗私自一闪念 批完了 然后拿大茶缸的喝水漱口去睡觉 那个时候红宝书是什么 就是自己申报 对不对 自己是不是终于毛主席了 终于共产党了 那现在这个学习强国红宝书 你干什么 你不用申报 习主席都知道 然后大数据都给你记录下来 2019年10月份 美国开放科技基金发布一个报告 就是指出这个学习强国的软件存在巨大的安全漏洞 中共当局可以通过这款应用程序 获得超过1亿用户手机上的信息照片 浏览他们的联系人 访问网站的历史记录 甚至可以激活手机上的录音设备 然而有否刺意义的是什么呢 就这款应用是阿里巴巴集团开发的 当时发布两个月就7300万下载 也就说这两个月就有7300万中国人 把自己的个人数据和行踪主动的交给了党组织 还接受党组织的监督窥视 而你看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现在的遭遇 大家都看到了嘛 是吧 诸咒为虐者自己是什么什么下好下场的 巨额的罚款 是吧 股权拆分 甚至老板马云也被禁止出境 等于就是软禁起来了嘛 咱们看 今天这一切都在迅速的向文革时期的 最恐怖、荒唐、蒙昧野蛮的时代滑落 人们却还沉醉在这种高科技红宝树的开发之中呢 还沉醉于使用这种方便自己在中国的这种环境下 获得一点好处的红宝树的使用 积分嘛 都不知道自己在干点什么事啊 都不知道自己在怎样自己的灵魂、财富 乃至生命去换取大独裁者的欢喜 很多人还自欺欺人呢 说 蒋凤 你说的文革那个时代过去了 那个时代完全是闭关自所 信息不流通 所以呢 毛泽东造神 大家读他的红宝树 这运动容易成功 现在的国门开放了 你看我们美国、澳洲、加拿大 我都摆了房了 我们定期去看留学的孩子了 我们有钱 我们去买奥特兰斯了 现在都是信息时代多元化 大数据时代了 不会再造神了 搞不起来了 那造神不是笑话 于是呢 就自认为已经能够获得真相了 就这些人呢 这些在中国社会混得不错的中产阶级们 依然唱红歌 是吧 时不时的脱下身上这个美国、法国的品牌衣服 穿上红军的衣服 拿着红银枪 是吧 你就是让自己成为笑话 我们要问 为什么会这样 这荒唐都来到了自己的身上 因为毛泽东的幽灵压根就没走 所谓的信息发达 只不过是中共改变了方式 过去是根本不让你知道信息 是野蛮 现在成了什么 就让你知道他们想让你知道的信息 这是狡诈 只不过毛泽东时代开始打造的那份恐惧 现在不用那么恐惧了 而且已经从那时候的恐惧开始收获了 过去是公审大会 拿着一把鬼头大刀 是吧 问大家 这地主该不该杀 是吧 现在不用拿鬼头大刀了 搞电视认罪 只需要一个官方账号 公布一个是领导今天不高兴的通知 行了 老百姓人民自行就收敛了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不说了 主动接受那些明知是谎言的信息 排斥的也许会让他们不太安全的真相 你这事 你别说了 江湖 你这事别说了 这事 我不信 他觉得他不太安全 是吧 但是现在呢 有很多人呢 咱们说 他们能了解文革是怎么回事吗 能了解自己当着笑话 好像自己在这种极度左转的社会变化当中 我没啥事 我就好玩 是不是 唱革命歌 好玩 穿红军装 好玩 你想过没有 这一切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人间惨剧 1981年 文革结束之后 五年了 起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叫做什么 这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嘛 是吧 很有名 你知道谁是主要起草人吗 胡乔木 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 他是一向被称作左王啊 本来一贯都只有他胡乔木整别人的份啊 你想想 就连这个左王一贯整别人的人 他都在控诉 他自己都在文革都挨整 他说 从国家主席到公民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 宪法和法律废除了 文化大革命多么的荒谬绝伦 怎样叫人没法在这个社会中生活了 你看 这左王出自他的口 恨得咬牙切齿 所以你可以想象 文革对这个民族的摧残具有怎样的普遍性 不管你是多么高级的领导 不管你是多么生活的一个社会 不足以重视看到的一个角落的平民 你都受到迫害 但是为什么不清算呢 邓小平很清楚 你只有彻底否认毛泽东 才能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发动的文革 但是你要否定了毛泽东的邓小平 他们这些所谓的革命老前辈跟随的方向就错了 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也就彻底要被扬弃 所以搞了个叫三七开嘛 是吧 这是中国文化不确定性特色 对不对 三七开 是吧 就这么评价 确定下来 后来还有什么文革博物馆的什么 哪里不让见了 所有那些试图真正认清楚、记清楚文革的努力 都受到打压了 那么时过境迁 现在好嘛 老一辈革命家没了 中共权力到了红二代的手中了 这个群体中很多人是当年的老红卫兵 是不是 当年他又害人 他也被人害 作为这个干部家庭的子女 多少都会受到点冲击 咱们不管他有多少幸存 没有受到冲击 但至少上山下乡都跑不过的 是吧 文革结束后 他们再度成为什么 体制的圣役者呀 那就没有什么意愿反思文革了 但是也不会有多少意愿呢 真的走回到文革那一步 为什么呢 我们要记住这个 就是他们要的是 他们要的是文革给他们带来的全民拜神 全民臣服的那种状态 但是他们又很惧怕文革对自己 也会造成那种无法控制的伤害 又想利用文革的这种架势去控制人民 但是又害怕新的文革对自己本人也造成伤害 这一切就构成了当下中国文革复辟 怨与不怨的道路混乱 当国际政治紧张 外界的压力增大的时候 复辟文革的动作 你发现就会强一些快一些 国际政治环境有所缓和的时候 这种复辟的动作就会慢一些 中共新华社4月20号中宣部副部长 国家网信办主任叫庄荣文 主持召开党史学习的这么一个读书班 新华社给他做了个报道 就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的 包括文革在内的前27年 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历史论述 就是我们刚才说1981年的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这个论述 他把它重新论述了 对于文化大革命第一次就不再提什么动乱 或者是浩劫了 而是说这一时期充满艰难曲折 甚至遇到重大挫折 总体上是探索中前进曲折中发展 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还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 你看他这话吧 他又真的敢胡说八道 充满曲折 甚至还重大挫折 那你怎么是令人瞩目的成就 那就是失败了嘛 是不是 再说了 要不是文革把中国折腾的千疮百孔 社会崩溃 共产党会有意愿搞什么改革开放吗 居然还说文革是为后来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物质基础 你是把中国搞得穷的不得了了 哪来的物质基础 目前国际形势对中共来说 几乎是已经到了全面围剿一触即发的地步了 你看欧盟 原来欧盟多客气 是吧 欧盟现在对中共叫什么 推行叫战略自主 不会批准与中国的投资协议了 并对抗中共国家资助的收购战略 这种强硬态度在过去是根本无可想象的 三天前 就那个一贯摇摆于中共与美国之间的德国 他也出面说了 强制要求德国企业中断 与中国供应商的关系 只要你涉及到有这个强制劳动集中营的问题 否则呢 就遭受重罚 这些企业可包括德国的一直保护的那些它的明星企业 而这些明星企业绝大多数都在中国市场如意得水 你像什么彪马呀 阿迪达斯 宝马呀 普希 西门子 大众 巴斯福都有 澳大利亚也是 执政党也好 在业党也好 民间也好 军方也好 都对中共是越发强硬 他是率先呼吁对新冠病毒起源独立调查的 要求追究中共的责任 而且现在表态绝不屈服于中共 并终止一带一路合作 而且中共对这个澳大利亚的这种惩罚 您看呢 很不上路子 为什么呢 中共在整个的自己的民族企业工业发展 整个国家发展上不可缺少的东西 煤炭 木材 铁矿砂 全是有求于澳大利亚 它把这三个给澳大利亚的这个贸易给中断了 这个就是断自己的财路 断自己的生路 澳大利亚的不稀罕 现在据说 在出口贸易方面还得到了增长了 其实中共在外界压力越大的情况下 走回文革的愿望越强烈 但是这似乎是唯一的一招 是吧 只能回到文革才能面对现在的国际形势 就是关门嘛 闭碗锁国嘛 是不是 面对美国、日本、澳洲、还有欧洲各国的军事围剿 咱们看 你要想军事对抗 你怎么样 你就要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啊 但是暴露出来的全是糗事嘛 你看它号称航母杀手 是吧 东风二一、东风二六 试射南海 结果呢 半空中掉下来了 是吧 目标瞄准南海 结果呢 掉到广西去了 把赶牛的农民吓一跳 辽宁号航母被美军军舰把编队冲的是致力破碎 为啥这么出丑呢 就算咱们说是中国海军毫无现代海空实战经验 无法与过去100年现代战争 几乎每一场战争都参与的美军相比 这是没法比 咱们还不说这个没法比呢 咱们说呀 就算你嘛 你起码真的全力以赴去搞训练 咱们也还就是看得起你一点 你说你还是个炼家子的模样 对吧 但是你看中共干什么事 把政治思想工作 抓党的领导作为军队战斗力的关键 军队能不能打仗 关键什么 关键在于它的政治思想过不过硬 新华社报道说 中央军委印发了关于在全军发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 全军学习 习主席的决策部署 你发一枚火箭弹 你去埋下一颗水雷 都得习主席决策部署 党委带头学习 然后什么主官 团级干部 就是团长 营长 教导员 动员辅导 官兵积极参与 它那个新华社说的话是特有意思 它说一堂堂受课 深入透彻 一场场讨论凝聚思想 一次次瞻仰触动灵魂 你说这还有军事训练的时间吗 朋友们 这回复到文革时期 就你这样子就可以面对并战胜帝国主义的打击了吗 文革时候 那时候的中国军队是什么样 就说那文革时期的空军嘛 空军呢 当时因为空军是林彪四野的班底嘛 这高级领导从无法先开始往下 都是他的亲信呢 当时毛泽东还提词说全国学习解放军 林彪在后面加了一句解放军学习空军 学习他的嫡系部队 当时叫做什么 叫做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 毛主席雨露指挥飞行 当时的第15空降军跳伞之前的规定要喊毛主席雨露 才能哪里把伞跳下去的 是吧 你说你要来一句短的 什么为人民服务 喊一句 突然就跳下去了 没啥问题 你要来一句长的 白秋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50多岁了 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 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去年春天来到了延安 后来到了武台山工作 不信以身血脂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静 你啪 后面人给你踹下去了 是不是 你就这时候 你跳下去 你怎么办 你跳下去 你找不着部队了嘛 是不是 隔那么长时间才跳下去 是吧 文革空军三个五怪现象 什么五呢 就是第一个飞行员平均飞行时间50个小时 少 发动机寿命50个小时 少 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时间比例是1比5 三个五 政治学习时间多 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 你要把现在的中共的军队恢复到文革时期 去学习 现在学习习近平 当时学习毛主席语录 不就是这样的军队吗 当时还笑话呢 当时这个空军部队是装备叫歼5战斗机嘛 那个时候的品牌战斗机 发动机的时候点火 前面发动后面是不知道的 后面着了没有 前面也不知道 所以飞行员在坐舱按下按钮的时候呢 要喊一声点火了 然后机械员跑到这个飞机尾部看发动机点着了没有 如果点着了 就说成功了 如果没点着 就说不成功 这很简单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煎舞 你点火后面没点着 你的前面以为点着就推油门 就发动机就烧坏 但是到了红宝书的时代 到了文革高潮的时候 把这个规矩给改了 规定点火的时候呢 前面的人不能再喊点火了 必须高喊打倒刘少奇 他后面就看 如果点火成功了呢 后面就说 打倒了 如果不成功呢 他就喊继续打倒刘少奇 有一次呢 前面那个飞行员喊打倒刘少奇 点火了 结果站在机尾的机械员是个新兵 他一看他打不着火 他喊什么 他说 打不倒刘少奇 你这就是犯错误了 是不是 刘少奇怎么能不打倒呢 要给他抓起来了 什么叫学习强国新应用呢 这个上海汽车上搞的这套东西 新时代的红宝书嘛 新文革在复辟嘛 闭关锁国 全民蒙昧 难道这样就能够强大一支军队吗 文革的教训还不够吗 那个时候不能强大 你现在就能强大吗 全民蒙昧就能强大一个国家 就能挽救中国共产党的末日命运吗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了 这个朋友们 我在会员网站上开了一个 算是小栏目吧 以后争取经常更新 我也不好说 天天更新 得看有没有话题 也许一天说两个三个都有可能 每次来个两三分钟吧 外面在YouTube这里全都是一些大的话题 剖戏 引经据典 很费劲 那里面那个小栏目呢 咱们什么都可以说 说历史故事 说八卦 说文学 说时政 旅游 生活 一方方面面都可以说 我给栏目起的名字就叫做随拍随想 欢迎大家去网站互动 说说你们想听的话题 也可以分享你们的观点 我们咱们互相启发 共同提高嘛 那么今天在外面的节目就到这了 江湖漫谈 朋友们再见